李宗盛 源源 虎晏 大家好,我今天的標題是後山大開源計畫 然後...我是肥燕 然後我來自花蓮,我從小在花蓮土生土長 那麼我前陣子和一群志同道合夥伴們 在東部開了一個社群 就是Sortiset東部開源學生社群 這個就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 Cost Cup 2014 我被一位學長丟進Cost Cup 參加第一次會中 那麼當時想這到底什麼地方啊 好奇怪喔 可是最後發現這真的很熱血 不好意思 斬燒啦 臭熱血的 所以我說那個花蓮呢 這是錯的喔 真的 花蓮在這邊 不要搞錯 我們也沒有騎山豬上學 說到這個 因為花蓮沒有社群 其實有花蓮拍啦 只是他們是比較小範圍的 就是講Python而已 那麼我就決定辦一個學生社群 那麼自己來吧 說到這個老生常談 這是我們第一次聚會 叫Soulset First 我們其實在講一些 Open Source的一些介紹 然後和一些資訊領域的一些基本的認識這樣子 其實超少人 那麼我覺得這很正常啦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定期去 六人 再來 八人 第三次 十二人 慢慢的再增加了 我覺得社群不外乎就是 聊天嘴炮教朋友聊技術 幫朋友取錯炮 我是今年的工作人員 昨天有人掉了兩百塊 所以他就掉了兩百塊了 其實他後來找到了 這是我自己做的立牌 做得很難看 真是對不起 因為我在擅長美工 歡迎田坑 這樣子 那接下來 9月12號 歡迎Soulset跟Seacon定期季 然後 2016寒假 我們打算跟東華大學合辦東令營 那歡迎田坑 那 還不快參加 歡迎贊助 那其實未來有很多展望 那麼 就是推動東部資訊教 因為我在花蓮土生土長 然後知道花蓮的資訊其實很 很不普及 就是 很多人資訊觀念很低下 那麼 我希望推動 讓他素質變高 然後找到 然後再來就是 宣傳開源精神 就是一個傳教士的概念 還有 尋找臭味箱頭的好夥伴 然後 這個 大家說好要貓 好 我 我演講結束了 謝謝 謝謝